大家好我是DJ阿州 今天這個影片是要介紹我 在2024年1月11日到日本高山市灰陀老街逛街的一個情形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來到這裡最主要是要吃灰陀牛 還有牛奶冰淇淋 那因為高山市這邊的街道呢 說實在的還是保持著古色古香的男爵 就是日本的老街 因為我們到達早上的時間是比較早 所以說很多店家呢 基本上都開始剛剛要整理準備要開店 看這邊的街道看起來都是蠻寬敞的 感覺上還不錯 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到店員都是 趕快把店面給打開 開始營業 那我們的停車場呢 走過來這邊呢 可以看到有些雪 有一點積雪的情形 因為這個季節正好是日本下雪的季節 而且我們這次最終還是呢 要來這邊看下雪的情形 好的不多說了 我們就跟著鏡頭開始逛這邊的老街 那陪伴的一夜 希望大家會喜歡 就慢慢地欣賞下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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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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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后面的行程应该会带我们去免税店 但是应该不是叫免税店 叫做免税商店 带我们去买药品 那心里就有一个谱 到时候看看吧 那如果在那边买的话 跟外面买的价差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出去比价就知道 我个人曾经当过导游 所以说我对这个产业非常的了解 但是说实在的 毕竟也是要赚钱 但是就是不要 昧着自己的良心赚钱 我以前在带团的时候 我常常跟客人讲 你可以不买 你也可以买 但是你如果觉得我服务品质不错 多少就买一点 我不会去强迫客人买东西 但是我发觉我带的客人 他们几乎都买得出乎我自己的想象 那就是看客人的魅力 以及带团给客人的品质是怎么样 总之旅游就是服务到位 那自然就会得到你该有的 好的 我不把话题讲远了 这个老街目前让我的感觉 走到现在的感觉 我真的很想在那边住下来 第一点很轻忧 第二点这边的空气 空气品质确实比台湾好多了 台湾因为生活的政策 一直在烧蓝莓 整个空气品质很差 但是我来到日本 觉得他们这边空气清新多了 加上他们这边的生活步调 或许是我到乡下 而且下的全几乎没看到什么人 做事情呢步调有比较慢一点 那就是慢慢的 那日本人在生活步调上就是要慢慢的 唯一来这边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饮食文化 我比较不能接受 就是他们的食物就是属于比较冰冷的方面 看到这些店铺里面空空荡荡的 那虽然说已经开了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日本的经济也是跟台湾一样 有点萧条 经济不是很活络 或许之前的疫情的关系 走在这个街上 说实在的 大部分都看到的就是游客 有外国的游客 以及我们台湾的游客 其实我这几天 在这个旅游景点看到 遇到大部分都还是台湾的游客区多 那有小部分有对岸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游客 那有一些外国人 外国人倒是比较少 或许是明谷屋这边 说实在的 这个季节正好是下雪 那会来的台湾游客 应该是偏多都是来这边看雪的 不过我们现在走到这个灰陀老街这边 因为说实在的 并没有很多的积雪的情形 等一下晚一点我们会到河掌村 到河掌村那边 或许就可以看到更多的雪的一个情形 那至于河掌村的部分 我另外还会做专辑为各位介绍 走在街道上 你会发觉 他们日本的街道就是干干净净 清清酸酸 而且他们的水沟 并不是像我们台湾水沟 就是脏兮兮的 他们水沟的水蛮清澈的 我们走到这边看店 还在补货 在准备整理 这边的游客应该是在下午时段会比较多 早上的时段会比较少 这边的灰陀牛 推荐给各位 来到这边一定要平常 看到前面就有人在排队 在那边等着吃灰陀牛的一个串商 还有吃冰淇淋 不过我看那一团就是导游带进去的 导游带进去 不方便说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来继续逛吧 继续走着走着 我并没有跟着我们团体走啦 因为我觉得 自己本身旅游做了十几年 应该是一贯 你不会搞丢 而且现在的科技又那么发达 用手机定位呢 基本上到处都可以看看走走 其实呢 现在资讯很发达 只要手续一搜寻啊 大概就知道那边的东西 物美价廉 评价也不错 不过说实在的 网络里面也有真正假假的 你自己要去做判断 理由不外乎就是到处走走看看 看不同的东西 了解不同的东西 我这次到日本 我最主要还是拍他们的一个建筑物 还有他们的一个格局的设计方式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产业啊 就跟这个与息息相关 有关于房子的装修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啊 可以留言跟我联络 我们最近进了一些家具还不错 感谢所有跟我们捧场的客人 短期间一个月进了 两只二十尺的货柜的家具 目前那些都已经销售掉了 好啦 不把话题扯远 还是走走老街 逛逛老街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 那个木材啊 几乎都是古董社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木材的话 基本上都有经过 蝗虫柱的一个油漆 把它漆上去 就如同台湾的铁路啊 早期的都是用木头的枕木头 必须要先泡 泡油脂之后 这个木材就不容易换 他们这边的木工做的 翁滑非常的细致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早期都是 木做的房子居多 所以说他们的木工老师傅的 技巧都非常的好 忘了几间像看这种卖纪念品的 几乎东西都是大同小律 好像全世界每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 或许这个 纪念品的部分没什么技术本位 只要人铺到货放上去 挂上去就可以了 不过说实在在日本这边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 日本风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日本这边呢 说实在的饮酒无化 真的也是非常的多 不过他们大半都是喝清酒类的 来到这边你一定要品尝他们的清酒 以及他们的啤酒 我觉得在这边喝啤酒真的很便宜 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很多地方的啤酒 例如中国大陆 还有在日本 所接触到这边的啤酒都很便宜 讲到喝啤酒最贵的 应该是在新加坡吧 应该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 你如果去逛超市 看到他们超市的啤酒 价格都是蛮高的 那我们住在台湾的话 觉得啤酒就是中间的价格 在这边会发觉他们的车子 很特别 大部分都是 细细数比较小的车子居多 或许是他们自己本身 从自己做去做节能的 所以说在这边 你看到1000cc以下的小车 非常非常的多 影片中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一个无花宝无需 就如同台南的像那个神龙街 还有府中街 都是一个旧的街道 它一直做成一个文教区的感觉 逛他们这边的小街 跟台湾在逛老街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我发觉真的是清洁爽爽 干干净净 那像我们的台北 基隆那边的九份 九份老街那边的 还有就是 那个 鹿港老街等等 就是觉得有点拥挤的感觉 或许是我们说的 就是如同我先前提的是早上来 比较美了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 如果要看到他们 要感受他们传统的建筑 我建议还是早上来比较好 地上有看到一些积雪 这些雪可能是先前下的 那地上还是水沟里面 都还有看到一些积雪 在日本这边呢 虽然它的温度大概在零度上下 可是我们感觉 没有像台湾大概 10度以下那种寒冷感 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型 也比较潮湿 来到日本这边没有感觉到蛮潮湿 有时候我们的温度达到 在日本这边达到 厚度系的时候 也没感觉很冷 或许是我们都穿着 因为知道会冷 所以说穿着衣服啊 都是具有保暖的功能 走着走着 这个影片啊 我大概预计会 PO上去大概十几分钟 所以说大概可以慢慢的看一下 后面我们就是跟着音乐 跟着脚步 跟着镜头 慢慢的逛下去 慢慢的逛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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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中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礼华店 跟台湾一样都有这样旋转灯 就是一个理容院 就是剪头发的地方 从来到日本这几天 我看他们的建筑物都有一个特色 他们都会设计到居驾有停车的地方 那或许他们在设计上即便是土地比较小 但是他们的停车的空间会设计在一楼 而且土地小也有设计出汽车可以停的 所以说在这边要看到他们会随意在路边停的机会不大 几乎大家都会把自己的爱车停到车口里面 那在影片中中我观察到很特别 我们走到一般街道都会发觉这个现象 要不然就是住家户间会有 所谓的规划的收费停车者 那日本这边说实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是不错 就像这个那样一样一般的玻璃 就算是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屏幕出现的这个地方是高山市飞驼它的一个博物馆 那这边是有免费的让你的物馆参观 不过因为它里面的展示品有公告不能拍摄 我只能在外头屋外的部分稍微拍摄 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到这里面让各位看一下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情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影片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我在高山市飞驼老街所拍摄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拍摄的影片 麻烦您帮我按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订阅 我才有更多的动力继续拍摄影片 我们后会有期 本本就在订阅一下 新开启小铅 我们 sta在想场 아니